字幕提供 每秒造成8滴血的傷害 所以呢雖然方塊也許 沒辦法到達虛空的最底層 不過呢我們生物也許 是有辦法的哦 只要我們有辦法抵擋 就是每秒8滴的傷害的話 我們也許就能探究虛空 我們到底可以落下落下到 最底層到底是什麼地方 那裡到底有沒有方塊 那裡到底有沒有任何東西存在呢 於是呢我們今天要來做這個挑戰 我們這邊做了一點準備 我們必須在身上附加 等級6以上的恢復效果 這邊呢我們直接提升到最高 是255的等級 然後時間是99999 沒有錯這恢復效果可以讓我們 不會被這個每秒8滴的 這個傷害給扣到死 所以我們就不怕這個虛空受的傷害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先 大家看一下我們這次用大面積的這個沙子 所以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它的落下的整片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子 這次應該可以觀察的非常清楚 那是不是就整片突然就這樣 消失在64層呢 那我們就來好好的觀察一下吧 開始囉 大Lag 沒有錯這一大片的1000個沙岩就這樣 下去了然後就消失了 就不見了對就不見了 好 應該64個差不多 這樣看不到了 至少我們的視野呢已經開到最高 但是已經看不到東西了 所以呢真的是被-64層的這個虛空獸給吞噬掉了嗎 OK那接下來就是重點了 接下來我們切回了生存模式 然後跟這個已經消失的夕陽呢 一同的落下去 我的鸚鵡怎麼沒有跟我一起來 欸我的鸚鵡沒有沒有過來耶 好 這邊呢雖然我們會受傷 但是我們的血量呢還撐得住 目前高度已經馬上到了-800 我的鸚鵡是不是沒有跟我下來 好 我的鸚鵡也許還在上面飄 那這邊雖然會受傷 但是我們不會死掉 我們身上上面的那個標記已經不見了 已經看不到了 身上只能看到這個藥水的效果 我們把藥水效果調到最高好了 好這邊粒子的密度已經最高了 這可以當成我們落下的一個軌跡來參考 那目前是-5-3-2500 鸚鵡鵡呢 鸚鵡你去哪裡了沒有跟我下來 這是不夠義氣啊 -3000了 我們現在還在落下中 那我們這邊就稍微來觀測一下 欸鸚鵡掉到世界外面了 好 至少-3000的時候 鸚鵡也慢慢緩緩的來到了 應該是-64成 然後受到每秒8滴的傷害 那鸚鵡的血不多 所以只能撐2秒吧 那這邊我還會一直落下一直落下 我們到底能不能落到虛空的 有底層嗎 虛空到底有多少的高度 那我們到底會落到什麼地方呢 這片滿滿的黑黑的虛空中 往下看什麼都看不到 往上看呢還能看到一點星空的感覺 對 這邊也看不到日夜的交替了 所以呢 真的是一片黑暗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來好好的測試一下 我們到底會落下到什麼地步呢 雖然有人說落下虛空 可能會造成地圖的讀取 然後讓記憶體越來越高 你看到右上角的記憶體 現在只消耗了255妹 那其實有在提升 有在提升 但是到了一個階段之後呢 它就會恢復 我們再提升到300妹 那會不會記憶體爆炸一直到1萬 我這邊給它10G的記憶體 所以 欸 到350的時候呢 機體又恢復到170 所以呢 當我們機體增加到350的時候呢 它會消除 那讓我們的機體消耗掉 釋放掉機體 所以不會造成機體滿到 滿到電腦爆炸的程度 那我們已經來到 負了1萬了 我們這邊 到底會墜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就 好好的觀測一下吧 我們現在要先夾到2萬了 我們就先夾到2萬了 在2萬了 然後再加一塊 我們就先夾到2萬了 在3萬製作的組織 在3萬製作中 那種製作中 1萬製作中 1萬製作中 2萬製作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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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